应该说肝血管流大多数的小孩应该对生命的影响不是那么大 现在那血管流病这种病一个是发生的非常的少 第二个来讲就是说你可能看到一眼你就忘不掉 也出现这个肝脏巨大血管流或者是多发的血管流 一般来讲小孩的皮肤身上大概有一两百个皮肤的小的血管流 一般现在医学上的一个推荐 就是说如果全身出现血管流的流体的数量超过五个以上 你都要考虑会不会有肝脏血管流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建议要做肝脏有关血管流方面的检查 首先用的是用必超然后可以用磁工阵